各位网友、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视频就是佛山市九江镇东海村 中国最早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地方 已经开通了公交车 有一个车站叫做东海村委车站 我现在就走进去这条大谷村委下面的东海村 村口这里就树了几个古人的石雕像 旧镇市南海九江这边都是桑基鱼堂 蚕绩叶就非常发达 右边这个女子拿着那个栏的就是彩蚕 然后就精煮抽丝剝茄 所以 除了大家知道的杭州是我们的丝绸之多 其实我们 广东顺德这边的丝绸叶 又是很耐历史的 你看这条村路多漂亮 我镜头移过这边 这一座私人的别墅不算漂亮 还有很多给它漂亮的私人别墅 这条叫做东海村的奉长路 这些村民的别墅 门前那块影壁 整块好像九龙壁那样大 这些全部都是居民活动场所来的 这些堂面上掌满了绿色的青菜 好像一块地毯那样大 都挺漂亮的 这边全部都是别墅 这一座村民的私人别墅 是不是够了气派呢 你城市人又恨不了这些 别墅门前摆着很多泰湖石 这些都是有钱人家 玩那些园林盆景 这一座别墅已经算够了 估计都有十多二十年了 去到斜对面 又有一座别墅 这里好像 红楼梦大公园那样 坐着别墅前面 也有一个很大的花园 这一座是仿古建筑 但是仿得很漂亮 因为有钱 这里是南海人 所以想怎样弄都可以 你看看正门口那些 木雕金漆横梁 还有那些屋顶的 博古屋脊 屋脊上面那些 泥索涂索的壁画 全部是鲜花灵兽 鳳凰 你这幅叫做丹凤朝阳 这座叫做梁园居 整條東海村是最美的這座仿古建築 你看裡面那些窗 是那種金漆木雕 那些青磚浮雕 全部是那些茅丹花起雀 壽土 全部都是我們廣東珠江三角洲 民間工藝藝術的精品 你看那些窗眉是泥索的拱卷裝飾 一樓這兩個窗窗眉上面那些屠索壁畫 這一幅就是喜雀臨門足報平安 隔離這一幅 又是那些好像是那些雀藥 茅丹花那樣 花開富貴 喜雀臨門 這些全部都是屠索壁畫 估計不知道是不是一間博物館 背後就是那些村民一座座別墅 這一條蔥 治理得真是很乾淨的蔥水 我站在這裏都聞不到臭味 那些水 壁落這樣 不會說很骯髒的 沒有什麼垃圾的 蔥兩邊 東海村的村民 新建的別墅洋樓 仿古橋 尚義橋 前面就有一個水閘 叫做東壁閘 珠江三角洲水鄉的風貌 金飛色彼 這個大院門口 兩邊全部種滿了這些 名貴的樹木 我看到有 蟲柏 那種不知叫做紫薇花 下面有些菊花大紅花 蟲樹 蔥兩邊 在別墅間偶然參雜住 幾間 舊時候的青磚老宅 沒有人住 這些已經荒廢了 還有一些紅磚舊宅 大部分都是洋樓 這個另一座 匯所 東陵匯所 他們村裡很多這些匯所 沒有 估計是他們村民 婚宴、仇宴、 所有的喜慶日子 就在這裏擺起走 很少村有這麼大的匯館 這些一定有錢 才可以做這麼大的匯館 這些村民 種來自己吃 消磨一下時間 你看看這些 一座座的洋樓 每一座都是車庫 電動捲閘 這一座就是常義匯館 在佛山南海區九江大谷村位下面的東海村 這條村跟其他村不同 有幾座這些匯所 這間叫常義匯所 這些匯所 這些匯所 好像有些 社團聚會的場所 九江鎮這裏 這些村民的屋 真是漂亮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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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座